好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用那个r100写修复我们这个十二普罗麦斯那个原材 这是一个原屏 它有原材的一个屏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屏啊 我们先把这个原皮的原材给他读取出来 这一片扑上 然后首先把这个原屏扣上我们这个r100这个主机 我们点读取 这个盖板码已经出来了 说明已经读取成功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主屏 费用新做好 大家现在的觉面有关 这也是一个新的功能 所以我们已经在开启动上